嗨 是禮拜直升阿傑 剛下班 因為這禮拜 上週末有發生一些事情嘛 所以 今天就臨時改了一下 影片的方向 跟大家聊聊捐血的事情 其實這裡 因為發生那些事情之後有一波捐血潮 大家都在這個這個時間去捐血 那其實 聽說啦 聽說現在血褲是 滿的狀態 然後 大家可以把這個心力慢慢分散出去 不是說一窩蜂的現在捐 就有用 其實血是有保存期限的 那也可以去查查說 什麼血是現在不足的 像AV型比較缺嘛 那我自己是O型的 O型血型的人可以試著去捐血 也不是說大家一窩蜂這禮拜就去捐血 可以慢慢來 也不是說說捐就捐啦 其實捐血有一些條件 像你一定要滿18 18的樣子 我不知道有沒有改 然後拔牙的72小時也不能 然後 有肝病性病感冒 發燒那些都不行 然後還有 好像睡足不知道 6個小時還是怎樣 一定要睡足 飽滿才可以去捐 我之前有一次捐血的經驗就是 不知道太超還是太累 血紅處 不足 所以沒辦法捐血 是沒辦法的 其實捐血之前會有一個例行性的檢查 他會測出你現在的血是適不適合用的 但是也不要說 你是因為去測那些東西 而且才去捐血 真的很白癡 這個觀念非常的白癡 好不好 你覺得自己是健康的 你就可以去捐 那也不要聽說 店家說啊這禮拜 還是這麼最近 就要去捐血 就去捐 其實可以不用 跟大家分享一下觀念 找一下我的機車 就這樣 這禮拜 小觀念中 跟大家 聊一下 先去忙了 待會見嗎 下禮拜見 拜